瑞士人民花了17年,终于凿穿了阿尔卑斯山脉 前几天,世界上最长的火车隧道,圣哥达基线隧道,GBT隧道,终于修好了 这条隧道瑞士人民足足修了有17年,GBT隧道总长57公里 它超过了日本的Saken隧道,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火车隧道 然而,要说这条隧道,要从欧洲的地形说起 下面这个区域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区域 它从英格兰北部往南,经过荷兰,瑞士,法国,以及意大利北部这一块区域 在这个区域生活的人口大约有1亿 这范围里整个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地势相对平坦 然而,在南北之间隔着一座山,那就是阿尔卑斯山 人口如此稠密的地区被一条大山阻隔 想让南北地区之间的交通变得畅通无阻并费意识 回顾过去,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为改善当地的交通做出了太多的努力 进入现代,整个欧洲地区的物资沟通愈发密切 每年都有上百万大型卡车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公路 排放出无数的尾器废计 这些尾器对当地的动植物们以及阿尔卑斯山体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瑞士的山川和蓝天就这么被尾器慢慢侵蚀 终于,受不了的瑞士人们做出了一个决定,要凿山 1992年,经过瑞士公民公投 有64%的瑞士人表示支持建造这个隧道 并愿意人人捐助,支持整个挖建工程 他们表示,为了经济,旅游和环境 不管花费多少人力物力,时间金钱 这条隧道必须要凿通 接下来的17年里,这条隧道全部由瑞士出租 花费了120亿瑞士法郎,动用了2400名工人 从隧道里凿出了2800万吨的岩石 隧道开通以后,列车可以直接在20分钟内穿越阿尔卑斯山 从苏黎市到米兰,就只需要2个小时40分钟 比原来缩短了一个小时 铁路的运输也大大代替了平常的重卡运输 很多原本需要大型卡车的物流路线 可以被这条隧道铁路替代